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让我惦记你的心跳 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 你真心的告白 让我眼神迷乱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方天的微笑 让我灵魂出窍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真心的告白 让我眼神迷乱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方天的微笑 让我灵魂出窍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爱情出乎一条 拥抱就成现在 爱情出乎一条 旋转时空燃烧 天哪 公司的报表整理起来 怎么那么复杂 那只是预约报表 我等一下再给你记报表 有了這些報表 我們才可以清楚掌握 公司的營運狀況 總經理 你真的很厲害 資料這麼多 你頭腦還可以這麼清楚 真的很不簡單 可見你公司和唱歌 都有著一樣的熱情 其實現在大家都靠電腦 但是在你手上的這些 書面的建檔跟歸檔 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都是 公司重要的資產 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交叉筆對就會找到錯誤 譬如說你看 像這個樓程表 這邊上面都有些數據 喂 蔡婷 喂 愛家 我可以拜託你一件事情嗎 就是我現在有組客人要簽約 我走不開 雅露也要開導 我可以麻煩你 去幫我接維尼 然後帶到家裡 我結束後馬上回去 好不好 好 我知道了 怎麼了 總經理 請今天我幫他去接維尼 我今天可不可以早點離開 好吧 看在妳這種賣力的份上 讓你走一下 謝謝總經理 等一下 收開明天走 好 好 老師 拜拜 老師 拜拜 維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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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家姐姐 維尼 愛家姐姐來接你了 茶姐姐呢 茶姐姐姐有事情 所以叫我來接你 茶姐姐姐是不是生氣 所以不來接我 妳說什麼 我跟你說 這可是我托人家買的 很好吃的月餅 特別帶來給妳 和兩個孩子吃的 老夫人 我知道自從上次那件事情 妳就常常來看我 我知道妳是擔心我們 可是我這麼大的個人 還讓老夫人擔心我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還有 我要謝謝董事長 董事長夫人 還有總經理 這麼照顧我們一家人 謝謝 妳看看妳這傻丫頭 妳怎麼這麼說話 這個人 都本來就好會需要別人幫助 再說妳平常 不管在公司還是在家裡 妳都這麼熱心的 去關心和幫助別人 我這個身為長輩的關係 妳也是應該的 記得 月餅要給兩個孩子吃 是不會說謝謝 謝謝奶奶 我最乖 妳們最乖了 小姐妹 妳來了 妳來這裡好 我真的很想到我今天還可以 看到維尼 伯伯好開心 奶奶 妳來得剛好 奶奶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這怎麼回事 那沒關係 伯伯陪妳看電視 我們看卡通好不好 那就 那玩電動 走 玩電動 那走 那吃零食 那到底要怎麼樣 為什麼要聽故事 聽故事 那 那婆婆講個 臥心長膽的故事好不好 沈偉強 你表現的時候到了 你不是最喜歡講故事 快點去講個故事給她聽 快點 對 來 妳講故事給小卷毛聽 我去幫她準備點心 對 好 麻煩妳了 我去幫忙 艾家 我買了一個新的東西 妳要來看嗎 好 那一包大刀 就說一個老少行女的故事 話說一位湖中女生 就是湖裡住著的一個女生 一個說謊的財夫 因此被女生懲罰 到後來 失去了一切 這個故事告訴你 誠實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而謊言欲隱瞞 只會失去原本所擁有的 到頭來後悔目擊 說謊言欲 就會下地獄 這怎麼搞的 威尼 妳 妳幹嘛欺負小卷毛 妳 我一定是妳講鬼故事對不對 把人家嚇哭了 妳怎麼 妳怎麼 把人家小卷毛 把人家欺負我媽 沒事了 沒事了 不要哭 這小寶貝是怎麼搞的 威尼感覺到很不對勁 她今天是不是在學校 遇到什麼事情 我今天去學校接維尼的時候 她好像一直在等采姊出現 我怕采姊姊姊會生氣 是什麼事情 妳怕采姊姊姊會生氣 妳跟婆婆說婆婆幫妳 采姊姊姊聽我的 但家姊姊跟采姊姊很好 我一定也會幫妳的 我說了一個謊 怕采姊姊姊不要我還沒有 到底是什麼事情 采姊姊姊會不要妳跟Alan 沒關係 妳跟婆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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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是爸爸不是哥哥 她是爸爸 妳是說 Alan她不是妳的哥哥 她是爸爸 是親生的爸爸 所以維尼是奶奶的真孫 天哪 怎麼又多了一個這麼大的祕密 妳 滿意妳 這麼巧妳也感到 這叫默契 因為我們有心電感應 誰叫我們兩個是天生的一個 好會講話 好好聽 但是我現在沒時間聽妳這些甜言蜜語了 我們趕快上去接維尼啦 麻煩愛家好久了 好 趕快走 走 維尼 準備回家囉 維尼 維尼啊 怎麼沒叫人呢 對啊 你平常看到我都會很熱情的叫我彩杰姐姐 今天怎麼沒有 愛家 維尼今天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 她 因為你們下班太晚了 維尼也一直等不到你們 所以維尼很緊張 對 還有都怪偉強了 怪哥哥講怪故事 嚇到維尼了 維尼啊 妳就原諒偉強哥哥嘛 偉強哥哥一定是很喜歡維尼 才跟維尼講故事對不對 那我們先走了 老夫人 愛家 謝謝 走吧 我今天就不過去了 我好累 送你們出去 早點休息 走 才見姐姐 維尼 你怎麼了 你不要難過 姐姐今天真的好累 如果跟你回家 也不能說故事給你聽 一定馬上躺著就睡著了 所以如果你愁眉苦臉的話 姐姐看到會哭哭 你乖 今天先跟Alan回去好不好 我不要 我不要 維尼 你最乖了 彩姐姐明天一定 一定去陪你 對不對 彩姐 對 姐姐明天一定很早很早 就回去陪你玩好不好 好 維尼 走 我們先回家了 來 跟她說拜拜 不好意思 幫我先上 維尼今天到底怎麼了 爸 我先去換衣服了 完蛋了 維尼現在一點點情緒 奶奶都會捨不得 要是讓奶奶知道 我已經是她的真孫子 那還得了 張愛家 你有秘密對不對 看你的表情 知道 你被我抓到了 是不是跟雅倫有關 還是維尼 該不會跟我有關吧 對 我真的有個秘密 就是這個 高跟鞋 你高跟鞋裝器的平氣 還是高跟鞋可以講電話 高跟鞋 那有什麼秘密 這妳就不懂了 妳看我平常穿 裙子和高跟鞋 那如果今天總經理遇到壞人了 我不是要踢他嗎 對 踢他的時候 那就會曝光 對 如果曝光畫的話 裙子背起來 小褲褲都讓人家看光光 對 這跟祕密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的祕密就是這個 安全褲 很無聊 安全褲也叫秘密 哪個女生表安全褲 這當然是秘密 不能讓總經理知道的就是秘密 明天要替我保守這個秘密 好 我才不要跟他講我們女生的小秘密 而且安全褲哪叫秘密 我去拿一張東西給妳 那才是秘密 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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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 秘密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 就知道妳不知道 這個就是讓妳的胸部 呆呆的 我幹嘛 我要這麼大幹嘛 大才好 這個大穿衣服才會挺好不好 妳不要害羞 來 我幫妳穿 不用 不要 真的 都一起洗澡 妳就試試看 不用 我穿穿看 好像真的有變大 妳看吧 這個送妳 我已經睡著了 妳就不跟我回來 不是 妳就算累了 真的睡著了 我也可以看著妳睡 我以為現在好無聊 對不起 人家就很累 那維尼還好嗎 維尼還好嗎 維尼還好 蔡姐 前兩天維尼有跟我說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 花栗鼠不見了 花栗鼠不見了 這代表我 好 我找找 妳等一下 妳要仔細找 那花栗鼠好小一隻 她很難找 找到了 在維尼手裡 她抓著睡 小維尼她真的很愛我 算我沒有拜託她 我人都不在 她也把花栗鼠握在手裡 她抓得滿緊的 我被妳講的 我現在好後悔都沒有去妳家 但是我可不是想妳 我想的是可愛的維尼 對 維尼才是妳的最愛 我是慈愛 妳是這個意思 幹嘛 愛吃醋 那維尼到底跟妳說什麼 趕緊再說吧 妳今天也累了 妳早點睡 晚安 晚安 拜拜 晚安 這麼快又想我了 小燕 妳沒裝了 好 我馬上過去了 好 拜拜 走 我 好 煩死了 怎麼了 我以前都以為 我爸爸我養得不像女孩子 我現在發現 不知道他的問題 根本就是我不習慣 我最近打扮 妳站起來我看看 來 這衣服還有鞋子 是妳自己選的嗎 對 是不是 戴起來很怪 怎麼會 我覺得很好看 沒曉得妳眼光這麼好 很漂亮 很青春 我喜歡 妳現在的樣子 謝謝 可是 我自己還不太習慣 走 去哪 往後退 來 坐後退一點 妳從那邊走過來給我看 妳穿高跟鞋走路 跟妳平常走路的方式 是不是一樣 要不然呢 穿高跟鞋不可以用腳跟著地 如果妳用腳跟著地 絕對會重心不穩的 妳還用腳尖 像是用腳趾手抓住地板的感覺 是這樣嗎 妳試試看 好 好像真的是這樣 總經理 妳為什麼這麼清楚 從小到大 名譽的高跟鞋 都是我陪她去買的 難怪 難怪妳這麼清楚 高跟鞋要怎麼穿 我會走了 妳要不要再多走幾次 等一下 我一下把她抬起來 這麼漂亮的女生 走路一直看地上 這樣別人就看不到很漂亮的臉了 總經理 妳還有話要說嗎 我是要說 我這樣幫妳 妳會加油吧 當然會 那就好 那再走幾次 好 對 再多走幾次 放輕鬆一點 好 對 手自然的擺動 自然的 腳趾頭就像抓在地板上的感覺 這樣對嗎 對 很好 莊琪 好 一起吃午餐吧 好 走 妳沒事吧 沒事 仲綺 我在等你 好 來了 趕快去 那妳小心 我教妳妳用的方法 快點 來了 了解妳的資料我都看過了 我想還是麻煩您回去想一想 看到底確定要做什麼 等一下禮拜的時候 我們再來決定這些事情 好 謝謝 謝謝妳慢走 好 進來啊 坐這位置要付多少錢啊 妳要整型的話我一毛都不收 開玩笑的來找我幹嘛 我發薪水了 我是來還妳錢的 社會秩序維護法還真貴 塗鴉一次罰三千 第二次罰六千 我真的搞不懂 不過就畫畫而已 有這麼誇張嗎 皮包借我看一下 皮包 錢妳拿回去 去做妳自己想做的事 不行 每次都讓妳大半夜出來替我結尾 如果妳連錢都不收 以後還真不好意思麻煩妳 妳最好不要再三更半夜打給我了 承恩 我們是一家人 妳身上有錢呢 妳姐姐就不用賺錢賺得那麼辛苦 妳姐輕鬆我就跟著輕鬆 妳也等於是幫我了我一個忙 來 麻煩妳把皮夾收起來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姐知道這件事了嗎 我答應妳我不會說的 而且這麼多次 要知道她早知道了 不要說妳 連我都會挨罵的 只是小老弟 妳好歹手腳利落一點 看到警察還趕快跑是不是 這樣我能好好睡覺 妳也不用被罰錢 好 我知道了 下次會小心一點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起座小心 謝謝 姐夫 謝謝 離口下一位 等一下 我後面還有幾個客人 還有一二三四五 五位 院長 你晚上要加班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糟糕 我現在很忙 可是我沒有辦法接文藝下課了 那怎麼辦 交給文藝 老夫人 雅倫 是老夫人 老夫人說她可以去接文藝 雅倫 我是婆婆了 等一下文藝下課 我去接她 有什麼事情我們晚上不再說 妳放棄 就這樣 拜拜 好了 老夫人 真的很不好意思 妳先坐 好 來 老夫人 幸好有妳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還好麻煩妳 這有什麼關係 你們年輕人這麼忙 接小孩的事情 就交給我這個 閒得沒事幹的老太太 來做就行了 老夫人 有妳在這 好 其實我也好想去接文藝 都是我今天太忙了吧 平常我去接文藝下課的時候 看著她天真無閒笑容 然後喊我 彩姐姐姐 我一天的煩惱跟疲勞 全部都消失了 對 我就是喜歡聽她喊我 泡泡 好開心 難怪人家說 小孩子就是天使 對啊 她也是我的天使 來 彩姐 來 坐 我聽妳這麼說 就感覺到 妳是從心裡面 就真的好愛好愛維尼 對不對 自從我從孤兒院離開之後 我還以為 晨恩就是我唯一的家人 沒想到 我還可以聽到 維尼跟雅倫 所以我早就把他們 也當作我的家人 那既然妳已經把他們 當作是家人 如果小維尼做了一點點 小的錯事 妳應該不會怪她 老夫人 是不是維尼不聽話 或是調皮搗蛋 沒有 我只是問一問而已 老夫人 如果有的話 妳千萬不能隱瞞 因為小孩子不能衝 做錯事 就一定要處罰 這都是為了她好 千萬不能心軟 這樣子她長大 才會感激妳 好 奶奶 今天又是妳去接吻你們了 我有事情跟妳商量 我們到房間去說 好 什麼 采集這麼說 采集就說 小孩子千萬不能寵 做錯的事情 一定要處罰 要看 雅倫是維尼的爸爸 我的個天 這麼大的祕密 這怎麼說 這怎麼說 還有更天大的祕密 不能說 什麼祕密 就 就如果雅倫跟采集結婚的話 采集就是維尼的後媽 維尼還是妳的真孫 誰不知道 本來她就是她後媽 奶奶 我的腦袋快爆炸了 我對於解決祕密這種事情 一點辦法都沒有 妳找我怎麼辦 這才好笑 我要是知道怎麼辦 我會找妳商量嗎 奶奶 我知道了 什麼 我們可以找總經理幫忙 她聰明又有想法 她一定知道怎麼辦 太好了 來 大家 妳聽著 不管發生任何的事情 第一個 妳就要想到重情 這樣子就對了 只是 那我們現在就打電話給總經理 等一下 妳急什麼 我話都還沒有講完 只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直接跟采集說 會比較偷當 奶奶 妳是認真的嗎 當然 妳想想看 不管Alan跟這個維尼 她們是有心還是無意 可是撒了一個謊 她就要編更多更多的謊言來掩飾 這樣子搞下去 不是越來越複雜嗎 再說 采集跟Alan她們這麼的甜蜜 這麼的恩愛 我相信采集 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就不理Alan跟維尼了 妳說對不對 可是 維尼 婆婆不能告訴采集姐姐 小維尼 妳聽婆婆說 婆婆覺得這件事情 妳應該直接跟采集姐姐說 會比較好 來了 乖了 小寶貝 妳不要擔心好不好 婆婆 一定會陪在身邊 陪著妳講 好不好 艾佳姐姐也會陪妳 我怕 乖 寶貝 不要怕 妳一點都不要怕 妳看采集姐姐 她是不是很愛妳 很疼妳 對不對 所以她絕對不會 因為這件事情 就不理妳跟Alan了 那我們就決定 直接跟采集姐姐說了 好不好 好乖 乖 媽媽 媽去接維尼下課 然後說到秦美家吃晚飯 要陪維尼玩 媽本來就活潑 現在年紀越大 越像小孩 真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一寶 對 而且這個寶 比我還像小朋友 奶奶一天沒看到維尼 就難過 寶貝 你都不知道 奶奶現在店的玩具 比維尼好強 好 好啊 上回亞倫和維尼 到家來吃飯 這大家伙真的好開心啊 像我們現在 就我們四個兒 好像冷清了點啊 我倒覺得亞倫跟我們一家人 還挺有緣的啊 你看她現在 我們全家人都認識她了 那天跟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呢 一點都不深說 還真像是一家人呢 好開心喔 嗯 而且她弟弟維尼真的好可愛喔 她現在是我那群姐妹的好朋友之外 我最喜歡的人了 不像有些人 明明是女生 還剪一個短頭髮 學小朋友妝可愛 真的很令人不舒服 茗玉 你在說誰啊 還不就整天 黏著你的那個楚瑜 你 茗玉 爸 媽 既然大家那麼喜歡亞倫跟維尼 那我就常常找她們還是 來吃飯 媽 到時候妳可不要嫌麻煩 我怎麼會嫌麻煩 開心都來不及了 他們來的時候好熱鬧 吃飯 下一次他們來就更熱鬧了 爸 吃 吃飯 維尼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姐姐今天工作真的好忙 所以沒有辦法到學校解妳 但是 可以看一樣東西 這樣 這是姐姐準備的道歉小禮物 那妳要不要原諒姐姐 好不好 好嗎 維尼 妳為什麼心情不好 妳最近到底怎麼了 那個 維尼說 她她跟我說她有話要跟你說 維尼 是什麼事情 那 維尼 我們到房間去說 好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剛剛就說進房間再說了 到底什麼事情 為什麼那麼好氣髒 兩個人都知道了 奶奶 柴姐姐姐對不起 維尼 妳怎麼說對不起了 不管妳做錯什麼事情 姐姐姐都會原諒妳的 打勾勾 好 我們打勾勾 那 妳現在可以說了 我 好 好 那 那還是我來說好了 好不好 根據我的了解 那是因為 維尼跟雅倫他們 一直都在玩一種遊戲 就是說 雅倫如果帶女朋友回來 給維尼看的話 要是 酒妹 對 要是酒妹的話 維尼就要喊雅倫爸爸 那 要是 普 普妹 要是普妹的話 維尼就要喊雅倫叔叔 要是正妹的話 維尼就要喊雅倫哥哥 我懂了 原來維尼 妳一直在幫雅倫鑑定妹妹 幸好那天我去妳家的時候 妳很給我面子 妳還叫雅倫哥哥 不然我早就被趕出門了 原來我在維尼的心目中 是個正妹 因為才雞雞雞很漂亮 所以我才叫雅倫哥哥 所以雅倫 雅 雅倫不是本來就是妳的哥哥嗎 雅倫不是我的哥哥 但我是正妹 所以她叫她哥哥 但其實她又不是她的哥哥 所以雅倫是妳的 爸爸 雅倫姐姐 妳不要生氣好不好 妳不要生氣好不好 雅倫 妳還好嗎 雅倫就說 這只是一個遊戲 雅倫不是故意要騙妳的 他們會騙妳 只是因為一個理由 就是怕失去妳 怕妳不要他們 對不起 雅倫姐姐 不要離開我跟爸爸 彩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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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樣子 會把孩子給嚇到了 你說實話 傻孩子 姐姐怎麼可能會離開妳呢 我這麼愛妳 妳跟Alan 都是姐姐最重要的家人 姐姐對不起 放心 沒事 我才不會因為妳是Alan的兒子 就不跟你玩好 但是我有一個條件 就是妳以後 只能繼續叫我姐姐 不准叫我阿姨 不然我就不理妳了 姐姐 姐姐 老 老夫人 不干妳的事 真愛家 其實這件事妳早就知道了 對不對 結果 妳現在是知道最多秘密的人 妳也真夠意思的 不跟我講 妳到底不把她好姐妹 我也不是故意不說的 我就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這麼多秘密 可是秘密叫自己一直來找我 我不小心聽到了 彩姐 其實你看 妳現在心裡面 都已經把他們當成一家人了 我看不如 乾脆妳就跟亞倫結婚好了 妳就踏踏實實的 妳真正的成為一家人 妳看好不好 但是當初 我跟亞倫有協商 只要誰先提結婚的事情 誰就要跟誰 携 妳到底在戶事嗎 哈囉 大家 哈囉 大家好 嗨 雯妮回家了 小短短 你幹嘛急著走 坐下來 我去倒杯茶給你喝 好 謝謝 Ella 我跟采姬姐姐 采姬姐姐 今天會不會跟雯妮一起回家 太好了 那我們走吧 Ella 那我跟妳商量個事情 我看雯妮以後 接她放學的事情 就交給我好了 那個雯妮的保姆 就請她找別的工作 好 老潤 您太客氣了 婚姻的保姆其實很不錯 像今天這種情形 很常發生 妳放心 來 喝茶 謝謝 雅倫 你不知道一個老人家 沒有工作作用 沒有生活重心 是多寂寞 多無聊 真的謝謝你 那以後 如果你下來班要接這個雯妮 也很簡單 你打個電話 就看看雯妮是在這裡 還是在我們家 你看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老潤 這真的太麻煩了 真的不敢麻煩妳 小倫倫 妳要拒絕之前 可要考慮清楚 妳省的可不只是保姆費 而且小卷毛在這兒的 玩伴那麼多 Ella 我要喜歡這裡 雅倫 妳就體貼一下奶奶 奶奶她真的很無聊 我覺得這樣子也蠻好的 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 維尼會沒有人接 而且還可以省下不少帮貝 雅倫 拜託 我真的好喜歡這裡 雅倫 拜託 我真的好喜歡接維尼 小卷倫 拜託 好了 那以後就麻煩大家 太早了 謝謝 那我們先回去了 好 跟她說拜拜 拜拜 小姐 妳知道了 這樣子知道了嗎 我知道了 放心 我一定會 好 拜拜 拜拜 剛剛她這樣 是什麼意思 好玩啊 我今天好累啊 妳也早點休息 明天還要上班呢 對不對 那我回去了 奶奶 晚安 晚安 好 乖啊 這什麼意思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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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我以為好累喔 去陪你 晚安 你剛好嗎 叫我 好 辰見 妳來 妳看 花蠣酒要歸醉了 晚上維尼就不用抓著 花蠣酒睡覺 我以為了 你不斷 你是不是有事 你再告訴我 我确实是有件事要告诉我 可是在我说之前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至少会拖到现在再跟你说 是因为我跟鬼妮都很害怕 因为我们好容易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爱着薇妮 也爱着我 我们很害怕你一知道之后 你就会马上离开了 那我跟薇妮一定会很伤心 再见 对不起 为你其实是我的儿子 对不起 因为我们的害怕缓了你这么久 重琪 我有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秘密 我好想跟你说 我很喜欢你 而且已经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女儿自身检定 我必须向你正式宣战 您此定论 我为你 我为你 是不安分的讯号 请再给我多一秒 月朦朦 迎着风 看寂寞的星空 就已能 脸红红 你瞬间靠向我 不用说 我都能懂 眼神就能够痛 说爱我 不嫌多 像是相应的弹波 带来却却为你奔波 却会买你爱的花朵 你却嫌我 给的爱太浅薄 每天每天对你恳求 答应我真心的追求 所以唱这首歌 在夜光下歌颂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你不必担心我会lost control 爱情也许脆弱 但每一人愿意错过 生怕心落空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别用试探的眼神询问我 想念不是罪过 可是我不想解脱 期待着幸福会降落